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看来 我每天的工作就像一场比赛一样 只有加倍的努力才能够超越自我 赢得更加广透的空间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刚刚度过一个国庆中秋双节的黄金周 昨天又是一个狂欢之夜 中国足球队终于在沈阳无礼和体育场 圆了国人多年的梦想 走进了足球世界杯的决赛圈 昨天晚上我们的摄制组在沈阳与千千万万的球迷一道 目睹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 飞利浦足球网 精彩绝伦 兵分赛事活动 让你全勤投入 为中国足球而骄傲 10月7日 注定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日子 秘卢和他率领的中国国家队 在这一天成为了全国球迷的英雄 由于在前面的五场比赛中的稳定表现 再加上几个对手间的欲望相争 使得沈阳和整个华夏大帝在比赛还没有进行的时候 已经完全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气氛当中了 沈阳的细语更加坚定了人们对中国国家队的信心 面对小组赛里最弱的一个对手 又加上老营业的帮忙 中国队没有理由不打获全胜 武力和体育场 似乎不仅是球迷们看球的地方 更是他们欢度节日的去处 怎么看这场比赛 五比雷吧 你从哪来的球迷 从湖北武汉 退一赶过来的 对 好 谢谢啊 中国比赛 从哪来的球迷啊 金刚山 从景阳山退一赶过来的 对 退一赶过来 怎么看这场比赛 怎么看呢 最后看完了就 那个一块跟大家一块庆祝吧 预算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 最少三比零 是吧 最少最少 你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怀着一种十分激动的心情 知道这个10月7号 今天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 你是怎样看呢 我今天已经跟很多朋友 发起到那个金箭峰 我特意在沈阳买了 十几个金箭峰 往全国各地的球迷球 全部给他们发去了 面对这样的气氛 就连一直在赛前 保持低调的中国足球 也不免有些兴奋 10月7号 我想呢 今天到目前来说 我现在还不好说 今天特殊不特殊 因为什么 如果这场球赢了 那他将在中国的足球历史上 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这样才能体现他的特殊 因为什么呢 这是咱们全国社会各界 期盼了44年 四代足球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那么今天如果赢了阿曼 或者平了阿曼 这个日子就是难忘的 比赛在19点30分 拉开了帷幕 已经无任何出现希望的阿曼队 依然排出了最强阵容 这阵年轻的队伍 面对客场的6万名球迷的呐喊 面对实力超过自己的对手 他们要放手一搏 这让中国队不敢小觑 同时更是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而中国队 由于齐红的停赛 第一次派上了 余根伟出任先发前腰 这位在前面几场比赛当中 每次替补上场 均屡次丧失良机的 中国队的第一突破高手 能够撕破阿曼队的后防线吗 面对哪一分就能出现的大好形势 和举国上下的空前关注 中国队在开场以后 多少有些显得束手束脚 好洋风险组合 也没有能够发挥出 他应有的威力 而且还多次落入 阿曼队的造月位险阱当中 使得一次次的进攻 无功而返 只有孙继海和郝海东之间的默契 还能够给对手制造一些麻烦 李铁依旧在中场 不惜力地奔跑和拼抢 但是他的传球 又像早些时候那样漫无边际 阿曼队再一次证明了 他们虽然积分垫底力 但是并不是一支云南部队 三名前掌球员达比特 塔基和沙班 更是时不时地偷袭一下 中国队的后风线 而且还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这个时候 由于天冷 而在自己的红色幸运T恤衫外面 套上了一件外套的米卢 不知道是否也感到了压力 于根伟在浪费了一次 射门良机之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运之神 第三十七分钟的时候 李铁从左路起高球 经过了李肖鹏和郝海东的 两次投球百度之后 于根伟插上扫射 为中国队 也为自己拔的投筹 而此时最激动的 不是于根伟 而是在五里和体育场的 六万名观众 而且远在天津家中看球的 于根伟的妻子 对于丈夫的首发上场 和为中国队打开胜利之门 他也已经禁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变三人都进军了 这张时间呢 我已经打了主力 我就感觉特别疑惨 然后这次 我姐 你刚兴奋的 我都考虑 还没到主力阵容 我已经一星期前 就没睡好觉 就是期盼 让老天爷保证 现在他有主力 要进军 然后我昨天跟他通电话 如果你要进军 我会激动哭 行 好嘞 在他里头 在他里头 在他里头上走 于根伟没有辜负妻子的期望 也没有辜负米卢的期望 同样没有辜负球迷们的期望 在齐鸿为自己错过这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赛 而爆汗的时候 于根伟没有让自己遗憾 没有让中国球迷遗憾 下半时对于欣赏精彩比赛的球迷来说 稍显沉重 欲求领先的中国队 不急于进攻 不过这也正是他们的成熟之处 而对对手的挑衅 阳城坠之不理 颇显大叫风度 而他的这次攻门 也是中国队下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心浮气糟的阿曼队虽然也能创造出一些机会 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 却总显出了他们的业余和不成熟 下半时替补达比特出场的四号猪马 在一次漂亮的返约位之后 却莫名其妙的滑倒 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米璐又一次在五里河打出了感情牌 派上了沈阳级的球员张玉宁来顶替阳城 此后只有于根伟与张玉宁 这次配合还称得上是赏薰岳木 而1比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哨响 这场比赛中国队并没有打出一场漂亮仗 但是却拿下了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三分 难怪米璐会如此的激动 吴里河会如此的沸腾 全中国会如此的欢呼雀跃 这自己的评价 还可以吧 大家共同努力结果吧 我想 中队今天主要剩在什么地方 什么 中队这次冲击主要剩在什么地方 我想各个方面嘛 包括整个地理的准备 教练员 运动员共同努力吧 加上所有球迷支持 好 谢谢 谢谢 您今天跟我们说上 中国队为什么能够出现 你比如说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 一个是改革开放 再一个 我们把米璐请好了 它一个全队的团结队 反正是 希望这次比赛给全国群民都带来了快乐 反正以后还继续努力吧 总是 把三种地区就业了 总是搞上去 看一看这场比赛吧 整场比赛 打的我觉得一般吧 觉得笑话还是不错的 下半场体力是不是都在跟不上的 对对对 还可以吧 这场比赛的战术你弹一下 打的不算太理想的 今年 2001年 真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幸运之年 7月13日 等待了12年的中国人 终于迎来了奥运会的主办权 而今天 几代人的梦想又成为了现实 中国足球在44年的等待之后 终于圆了它的世界杯之梦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人们沸腾了 只愿在明年的韩日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中国国家队的表现 能够让国人更加振奋 中国足球队最终以不败的记录 从亚洲出现进入世界杯决赛 套一句话 这次胜利是中国足球队迈进的一小步 是中国足球迈进的一大步 所谓中国足球的一大步 是指长期徘徊不前的中国足球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次冲击世界杯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足球 天上一把火 会为中国足球争取到更多更广泛的支持 中国足球整体环境也将因此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外部环境的改善 中国足球界内部新气的提升 心理上的突破比单纯的出现意义更为重大 机会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如何抓住并极大的利用这个机会 是重整中国足球 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课题 因为时事求是的奖 做的进展 上一次杨一文过来 杨一文就是联赛的主任 他过来之后 他就有个好的提议 就说现在有支甲B的球队 就想找个主场在香港 原来就是大连的 实得其是一支的球队 他叫蔡德龙 他就想来香港找做主场 我跟着上去大连 跟他们谈过 他们真是很有决心 想来香港 现在剩下来 第一还有钱的问题 另外就是中国足协 看看他们怎样批发 还有什么手组要做 我都收到球员的电话 他们很开心很着弱 觉得这件事是否真的 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南华会的总监梁首智 是促成今次事件的要员 他说要实行参与国内足球 无论在派队或是球员 都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现在说香港球队去参加 其实实话都未有别 因为是大家的难度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三月份 隔壁已经开始要比赛 但是我们香港仍然在打 我相信以大家争取 锦标的球队 在银排的决赛 在第二个阶段 不会去放弃 至于会不会有球队 用香港作为主场打隔壁呢 这是另一回事 我想作为香港的球队来说 大家都要想想 如果我们有容纳了一队球 落到来打隔壁作为主场的时候 现在对我们的主场的球队会有影响呢 我们的球员会不会去踢那队球队 分配得好不好 就是问题很多 但是希望一一去解决 就是突破始终是要 但是怎样的突破方式 我想还是要想 无论结果是怎样 可以参加较高水平的联赛 一定对本地足运有所帮助 希望香港足运 尽快回复昔日的光辉时刻